保证你没听过 腾格尔大张伟反差组合666 江苏卫视苟年春晚打造钢铁联盟 小年一过 江苏卫视苟年春晚的大餐就要飘气香味来了 捕捉情怀 锻造经典 惊喜一波波 尖叫一串串 荔枝春晚不仅有南薛北张双双上线 更有一队钢铁联盟混搭合体 大年初二晚 歌坛前辈彭格尔和神曲魔术首大张伟将玩一次前所未有的音乐大爆炸 同台现唱新春神曲大摇大摆迎春来 无论组合阵容还是歌曲style 都是在应景不过的顶配狂欢了 钢铁联盟驾到蒙面会舞后 腾格尔大张伟上演火酒剑合体 从盖世英雄到2017年江苏卫视春晚和元宵晚会 再到蒙面唱江猜猜猜和金曲了 甚至从音乐世界突围 走入真人秀三个院子里 大张伟无以缺席 自此江苏卫视幸福中国年苟年春晚自启动宣传之后 第一个公布的团员嘉宾就是大张伟 可见大张伟和江苏卫视的情意已然坚不可摧 2017年久未有动作的腾格尔重新出山 在江苏卫视密道之音 在多次音乐合作中 不仅迎来歌唱第二春 更完成了从硬汉到蒙叔的成功转型 不凡的改变播出 腾格尔与张韶涵的音乐互换实验大获成功 张韶涵演唱少女抒情万天堂 让人眼前一亮 作为回应 腾格尔用一扬顿挫的腾是要自法翻唱隐形的翅膀 产生巨型声波反应 被网友亲切地称为钢铁的翅膀 蒙面唱江猜猜猜猜中 万万没想到取名妖精放了我爷爷 马场开玩笑的蒙娃厂江竟然是腾格尔 不过当他一开口 深情 悠远 回后 原汁原味的厂箱瞬间就出卖了本尊 草原大汉还投一次被挖掘出段子手的前置 手拿葫芦与才平团成员大张韦上演实力反插盟的精彩互动 两人的缘分大概在当初就种下了 最善于撮合反插盟组合 江苏魏是此番要在草原大汉和行走的段子手身上撒拨创意 将火酒舰搭配的实验进行到底 而这次的反插合体主角 巧定名歌大师腾格尔和爆款制造机大张韦 春晚总导演王熙透露 明星组合演唱是春晚歌唱类节目的主打形式之一 今年力求从反插感上跳出以往的传统模式 大张韦和腾格尔的演出是整个晚会中比较大胆的想法 他们会合作一组串烧歌曲 这是其他舞台都没有的 而这场前所未有的音乐大爆炸 几乎只有在腾格尔和大张韦之间 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包证你没听过 大势唱法融合草原豪迈 大摇大摆迎春来要早春晚新神曲 提到腾格尔 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首天堂 我爱你 我的家 我的家 我的天堂 雄厚铿锵的声音 深沉的气韵 仿佛把人带到美丽辽阔的大草原 他的另一首称名曲蒙古人 则征服了每一位思乡心切的游子 把草原的广阔与豪迈展现得淋漓尽致 罢评各大综艺节目 大张韦给人的形象一直都是反应灵敏 敬不下来的音乐顽童 14年前凭借神曲戏刷刷 花儿乐队红遍大江南北 十几年间 大张韦也创作了贝尔爽 桃花朵朵开 人间精品起来嗨等海量神曲 他独特的大势唱法也闯出一片天地 不论何种风格的歌曲 都能被唱出大势风范 蒙面唱江猜猜猜中 化身 降龙十八掌的大张韦 曾用小乃音的大势唱法演艺天天想你 忘不了等抒情慢歌 腾格尔在布防的改变里 也诠释了满是他个人风味的隐性的翅膀 然而 两人都从来没尝试过对方的去风 江苏卫视春晚创意的江草原风情 混搭大势嗨格 与二人都是一场开天辟地的挑战 相约春晚 行走的神曲及成器 大张韦和沉迷蒙书身份的彭格尔 在意想不到的组合之下 组成神曲钢铁联盟 和唱杂柔了七首耳熟能详的 和碎老歌的经典作品 大摇大摆迎春来 听腾格尔老师欢唱洗脑神曲 黑呀呼黑黑 黑呀呼黑黑 想必是甜中透着辣 辣中透着香的 不在神曲中放飞 就在神曲中重生 期待两代金曲歌神强强合力 拿出各自看家本领 共同捧挑一首新春晚神曲 2月17日大年初二十九点三十分 江苏卫视春晚音乐盛宴即将开餐 他们会互相附体还是各自重塑灵魂 音乐大爆炸到底是哪种 飞翼的贝尔爽 敬请期待